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胡琴,亦有其他復原和改良的樂器 《復原》 唐濟、阮涵、琵琶 可否也說說一些理念 我自己的理念就是 我們現在改革樂器 是否應該有個筋 是 即是我們古人出來的聲音 即是那種是甚麼聲音 你不做過 你不復原它出來 你找不到那種聲音 我就復原了一部份 即是復原了一部份的 古樂器 我就用來 正如所說,用來參考 這是曲漢琵琶 這是它的背面 五言琵琶 五言琵琶 這些是有真身的 不是靠著畫像 但它現在已經變成日本正蒼苑 即是它已經變成世界級的國寶 這個是曲漢琵琶 曲漢琵琶 這是曲漢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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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普通的曲漢琶有甚麼分別 不同的 它這個音窗是實的 這個不是空的 是曲漢琶琶 近期的曲漢琶 這是曲漢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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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多人經常見的 但這是曲漢琶 不是十二平均率 復原這鼓樂器的根本目的 就是為改革樂器 那個樂器作為一種尋根 如果以前它已經出來了 那個聲音是這樣 現在如果你將那樣東西改 改到非奴非馬 都是一個問題 但它本來已經有些聲音不錯 但它用的延線不同 但共鳴的道理等等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不過現在 包括這些復原樂器 極少機會演出 因為現在的可聽性 這裏的響學術性當然很厲害 包括以前姚宗儀 她也很支持翻譯的敦煌琶琶 我跟陳應時先生用了25年 翻譯了敦煌琶琶 現在就在遙宗儀館 香港的中華文化中心 做了一個講座 我幫他彈 即是用這個琵琶 幫他彈 另外譯出來的那個 直接唱 唱出來 搖功解釋 我現在就叫他們 想辦法找出那些打 中學團在研發樂器上 未來有甚麼發展方向 會不會有探索其他樂器 我們吹彈拉打 這個四個聲部 即是四個聲部 現在拉延 就是拉延 我們現在主要就是 搞這個拉延 將它基本上 現在搞到第三代 基本上是成功的 已經是做了1500場 即是那個實驗 你不可以一拿出來 就說這件事搞定 不行的 你說服不了人 我們已經做了1500場 希望 要傳播的時候 都是要 批量生產 即是要量產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也有一個助手 你靠一兩人做不行 我們不停地做了15年 不停地做了15年 現在只不過是沒有裝了幾個團 你說要一個大面來生產 這件事是 第二個系統的事 因此 如果 政府想 做的話 就跟我們談 我們需要非常需要資源 今天很感謝阮時春先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都祝願中樂團 日後在研發和改革樂器方面 更上一層樓 多謝你 多謝 多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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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